二十五,香港《雙報》2015年7月12日報章 此零七養生之道使令養生安度三伏天的衣食住恆心小暑的到來 開啟了三伏天的高溫模式 此時仁義感佛力困倦、空悶氣團、頭暈頭尋等不適 北京中醫藥大學商韓博士高亮從醫、食、住、恆心五個方面給予養生建議 安度三伏天,一,注意保軟防風邪高亮醫師指出 夏天寒氣比冬天多 三伏天,女士穿衣暴露肩膀、肚子,腰等最容易受寒的部位 開得特別低的空調屬於虛且拆風容易傷人、引發感冒發燒 拉肚子等下跪上見疾病 高醫師建議夏天女士出行大一條絲巾放在包欣 再有空調場所,隨時披在肩膀或護著頸椎 以防寒氣入體、食、五谷為主护脾胃 熱天往往使人食肉不振 因此小吃刺激性的飲食 而且下跪人體脾胃的陽氣較虛 由你、辛辣或寒涼的飲食均會對本就敏感的脾胃造成傷害 因此再飲食搭配上 嬰小吃大魚大肉吸汗糧食物 常吃五谷集糧 適當吃食蔬菜補充 偶爾吃點水果助助 中醫港 春蟹養羊 三伏天養羊的最佳飲品 非薑草茶莫熟 生薑溫陽化飲 大早脂補皮為 薑草相合 具有溫陽補皮 調和榮為之功 一般來講 以生薑三片 大早十二枚的比例煮水 煮好後放入適量紅糖飲用即可 此外 高梁醫師指出 夏季雖然喝綠豆湯可以解暑 但並不適合所有人 建議大部分人喝五谷集糧粥 可根據自己五臟的虛失來選擇適宜的五谷集糧粥 如養皮為的小米粥 住 按時休息下跪睡不醒 視濕氣在作怪 夏天人體以津氣涼虛 涉入過多的水分以導致濕氣過剩 過剩的濕氣擁壓血脈 令頭部供養不足 便容易引發犯困 頭沉等症狀 建議要保證止午覺 平時按時休息 此外 入伏後人容易變得躁動不安 可選適當的時機靜坐或暫妝 放空自己 傻傻地坐或暫 致眉出汗 行 夜跑雙陽應連太極跑步雖好 但夜跑在中醫看來是很傷身的 長時間大量運動容易導致外強中肝看此外強 實質內虛 運動以清晨或上午為佳 高良醫師認為 最好的運動是中國古老的太極拳 太極非常適合多動小靜 多剛小柔 陰陽不平的現代人 若平時沒有條件學練太極拳 則著亮散步或慢跑也可 深 深神一靜五臟靈下跪養生 重在養心 深神一山 各種疾病便分自答來 高良醫師認為 把心放空 靜靜讀讀書對養心最為有益 同時 下跪養心 還應做到藥所愛在外 心情放鬆 淡然地愛上美麗的風景 輕柔的音樂 自然的美度和可愛的人 是下跪養心調神的古傳妙法 C-C-R